原标题 男子应停车位于保安冲突家门口暴毙 录夜 保安失踪离 没买车位不让进 冬至前一晚 扬州一小区三名保安因车位问题 拦下业主并起来争执 没想到尽量成悲剧 业主心脏病发不幸身亡 究竟怎样回事 冬至前一晚 父亲死在家门口 医生告诉我 我爸爸已经死掉了 让我签一个死亡证明 21日晚8点多 扬州华顶新城小区居民罗俊 突然接到派出所的电话 让他赶紧到医院去 当他赶到医院时 眼前的一幕让他无法相信 罗俊说 他的父亲一直住在江都 因为第二天就是冬至 父亲当晚赶来给他们送菜 住在这一家人即将团聚之际 没想到父亲出事了 有业主告诉罗俊 他的父亲是在门口和保安发生冲突后倒在地上之后被警察和120送到医院的父亲怎样会和小区保安发生冲突呢 父亲突然死亡的起因 竟是一个停车位 在小区大门口 罗俊找到了父亲的车 里面还装着青菜等物品 一说罗俊提供了一张发票 罗俊提供了一张发票并表示他们已经花了15万多买了一个车位 只是因为父亲长期在江都 还没来得及将车排号入入到门禁系统 并不是物业公司所说的没买车位 对于父亲动手推保安 罗俊也不理解 他表示父亲今年54岁 两年前做过心脏搭桥手术 一直很注意保养 为时腰会突然动气 推防保安呢 12月22日 罗俊在派出所 看到了另一段监控视频 罗俊父亲被三名保安拉架车后 与三名保安发生了肢体冲突 双方互有推嗓行为 罗俊认为保安的阻拦 推 嗓激怒了父亲 才引发他心脏不适 最终倒得身亡的 业主 度业的管理有问题 在调查中 多位业主表示 度业的管理有问题 他们走情房友的车经常不允许 入内度业公司不买车位 不让进门的做法 已经多次引发冲突 在华顶新城地下车库 可以看到大量的车位控制 至零星停放着一些车辆 一名管理人员表示 华顶新城一共有三骑 目前入住的居民在1800户左右 而车位有2900多个 可是拿出来租赁 作为访客车位的并不多 在采访中 业主们表示 此前买房时开发商承诺 车位可租可售 但购房后开发商却 突然变脸只拿出了一小部分出来出租 而一个车位15万元的价格 让很多业主无法接受 与此同时 度业公司也严格管理 除了访客车辆不允许 入内就连没买车位的业主 也经常无法进入 度业公司回复 三名保安失踪了 公开资料显示 华鼎新城小区开发商为江苏能横置业有限公司 小区物业公司为江苏恒通不动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两家企业的法人均为成呕 江苏恒通不动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和罗先生发生冲突的三名保安确实是他们公司聘用的 不过事情发生以后 这三名保安就失踪了 公司也在配合警方调查 不少业主提出 既然有大量车位控制 开发商和物业完全可以通过租赁 临时车辆收费的方式来管理 既能创收也能解决居民和访客的停车问题 面对质疑入业负责人却以公司管理规定为由 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目前扬州警方已介入调查 同时业主们希望扬州住建部门也能介入调查 小区车位的使用情况 来源南京零距离 责任编辑张玉